繼今宵大廈二之後 相隔三年 李詩華再重返梁家拍《新聞女王》 在劇中飾演有正義感 但被打壓的主播張家賢 和蛇絲曼飾演的man姐文慧心 展開連場勾心鬥角的劇情 詩華就強調 角色性格和自己完全相反 現在大家可能會看到 張家賢是一個比較喘 比較說話有骨 尤其是對公司的同事 都比較直 不是很討人喜歡那種 沒有朋友 我覺得常常罵人的戲 我都覺得很深刻 因為我真的很少會罵人 很不像 張家賢是一個會做事 但不懂做人的人 對 不可以像張家賢 真的沒有運氣 如果張家賢這樣 詩華覺得張家賢不懂做人 和即長即兔的未婚夫 斜崇健好似 所以未婚夫曾經大讚 張家賢是絕種恐龍 她的朋友不多 但有的就是很深 很軟 即是打風都打不甩那些 即是兩協插刀那些 她的朋友可以為她上刀 因為她認識她 但不認識那些人 可能會覺得她喘 詩華尊重未婚夫的直率 因為做人不掩飾都要勇氣 有時如果我真的去沉 例如有時會有一段時間 如果我不開心 或者那些事情 她就會用一些比較厭的方法 叫我去執敵些 快點拿起床 那些事情 不是拒絕你 不讓你慢慢自己 哭一哭 哭不緊要了 這世界很完美 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on the point 去說一些事情 令到我其實 精神上的事情是強壯了 說到有機會和阿蛇爭事後 詩華周強調只是想有好的作品 如果我要因為TVB的獎 要想那麼多事情 要不開心 要那麼執著 其實我覺得 觀點可能看得太窄 我覺得是可以放開多一點 去看不同的事情 可能我跟其他的獎有緣 我覺得最重要是 觀眾給我的認同 而現在得到這個認同 已經很開心 以前有一個執著 就是我從來沒有在我家 拿過任何一個獎 這件事令我很心痛 當時記得的時候 他們終於在一個競爭很激烈的一年 都給了一個安慰獎 都算是這樣的 我也覺得 都算是圓滿了 我可以在這個舞台拿著一個獎 以前長大的地方 都是很開心 不過如果阿蛇拿 我覺得是非常之實至名歸 在這裡 我們會讓我們來 一場一段時間 都會有很多錢 都會見到 我會見到 你會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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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見到